咱们今天来说2000年 发生在新疆的一桩杀人焚尸案 2000年11月25号下午 新疆哈密市巴里昆哈萨克自治县的 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李师傅 开着一辆红色的奥托出租车 出去跑车拉客人家 可是出去之后 这一宿可就没回来 家里人一开始以为 是不是车出什么故障了呀 或者是不是到什么远地方去了呀 因为毕竟新疆总体来说是地广人稀 对吧 一个城市距离另一个城市都可远了 那等着吧 可等到了第二天 还是没见人回来 家里人着急呀 过去没有网约车都是出租车 基本上啊 在这县城里边 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呢 好多也都互相认识 就到街上去 问问同行们 见没见着我们家老李呀 大家都说没见着呀 这不今天也没见他出车呀 到了11月27号 这李师傅家的人呢 组织起来亲戚朋友 分头去寻找李师傅 还有那辆奥托车 到了下午5点左右 在距离县城50公里左右的 巴里坤至三唐湖的公路线上 找到了李师傅的这辆 红色的奥托车了 这车在那儿 人可没在那儿 车呢 挺好 完好无损 也没有磕了碰了的痕迹 车门是锁着的 李师傅的家人呢 就用备用钥匙 把车门打开了 发现这车呀 已经没法行驶了 旁边呢 还放着几颗螺丝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赶紧吧 找人把这车拖回去吧 把这辆红色奥托 就拖回了县城 另一边呢 又是找亲戚朋友们 接着去寻找李师傅 一眨眼 两天两夜 也没找着人 正好这时候呼呼啦啦的 又下起了漫天大雪 到了11月29号 下午四点半 这李家人呢 实在是等不了了 别真出事了嘛 赶紧向巴黎昆县公安局报案 当时啊 局长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都姓赵 刑警队长的姓王 几名领导 了解完案情之后 就觉得李师傅很可能被害了 于是赵局下令 刑警队啊 应该高度忠视 你们要立刻组织警力 进行侦查 这么着 县局成立了 1125专案组 局长担任组长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还有王队担任副组长 抽掉了20多名民警 抽掉了5辆警车 分成六个小组 分头进行侦查 首先 是对李师傅驾驶的那辆车 进行勘查 这车上啊 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也没有血迹 车里边呢 留下了一副眼镜块 有个细节啊 镜片是碎的 有一根黄果树盘的香烟 还有一个烟头 车里边呢 还有一双鞋 是车主穿过的 那问问 这李师傅家人吧 这眼镜是李师傅的吗 家人说不是 那这烟是李师傅抽的吗 家人说也不是 李师傅虽然抽烟 但是啊 他平时不抽黄果树 遗留的这烟和烟头 应该是乘客留下的 而至于 发现车辆的现场呢 痕迹啊 足迹啊 已经被大雪盖住了 没有办法提取 到底哪会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 经过调查 李师傅开车 离开县城的时间 是11月25号下午4点 并且呢 在一家牛肉面馆 吃了一碗面 吃完了面 这才离开县城的 12月1号 专案组 重新汇合起来 又从6个组 分成了4个组 以汽车地点为中心 扩大侦查范围 不光是公安局 冻起来了 巴里坤 向国税局 也配合 派出了三辆汽车 一起寻找车主 那在这汽车点附近 有没有住户啊 这些住户 会不会 目击到一些什么情况呢 在汽车点附近呢 有这么一户牧民 这户牧民 就跟民警反应 25号 天快黑的时候 在牧场 有一个哈萨克族青年 在山里边放牧 就看见了一辆 红色小汽车 在一处山谷旁边停着 说的这个牧场 距离这汽车的地点呢 并不远 但是距离县城 还是不近的 距离县城 有65公里 于是呢 王队又带着三名民警 赶到了这处牧场 落实这个线索 这处牧场 就叫西红井东窝子 东窝子的意思 就是东牧场 据那个哈萨克族的 南青年反应 25号 他在放牧的时候 确实看到过 一辆红色汽车 他呢 带着望远镜呢 平时放牧 那牛啊羊啊 走的哪都是啊 所以随身带着望远镜 他用望远镜 就看到这车上 下来俩人 在山谷旁边 接手 上厕所小姐 然后呢 就离开这山谷了 这个汽车地点呢 距离红星一幕厂三连 也比较近 说是比较近 其实也不近 有20多公里 为了扩大线索来源 公安呢 又先后两次 到红星一幕厂三连 进行调查 三连的指导员 叫哈利 连长叫万金华 万连长 哈指导员 武装干事们 都主动配合 就发动大家 积极地提供线索 赵局呢 还带着刑警们 又来到了这汽车现场 这个地方 前前后后来好几回了 这回通过实地勘验 分析出来 如果车主被害 那被害的地点 很可能 就在那个哈萨克族南青年 说的那个山谷附近 12月1号中午 王队啊 带着民警开车 赶到西红警 找到那个青年 让他指出来 当时他看到的停车的 那个山谷的确切位置 位置弄清楚之后 警方啊 立刻前往那个山谷 仔细地寻找遇害人 直到下午七点左右 王队在一个非常隐蔽的 大树墩子旁边 发现了被害人了 那这个地方 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是谁 被害人 脚朝西投朝东 仰卧在雪地里边 其实说的也没那么准确 应该是脚朝西 脖子朝东 因为头没有了 上半身是裸露的 下半身呢 穿一条红色的短裤 脚上穿着白色的袜子 身上有多处刀伤 尸体已经被冻僵了 但是现场啊 因为已经让牛羊都践踏过了 痕迹物证 已经没有办法辨认了 专案组在现场初步勘察之后 迅速的将这个情况 向其他的三个小组进行通报 也向国税局的协查人员进行通报 然后呢 把现场就保护起来 新疆12月份的晚上 那叫一个冷啊 保护现场的 一共是六位民警同志 就在这雪地里边露营 哎呦 您就想得多难熬吧 实在没办法了 点了一个篝火 困了在车里边 眯眼睛歇一会儿 睡是睡不着 一直等到天亮之后 又对这案发现场进行了全面勘察 并且把这具无头尸体运回了县局 经过法医尸检 死者头颅 被割下了 全身有11处刀伤 其中右胸部的刀伤刺穿了心脏 右下腹部的刀伤刺破了肝脏 经过检验位内容物 被害人死亡的时间 应该是11月25号 晚上6点左右 最终专案组认定 发现尸体的地方 就是抢劫杀人分尸的第一案发现场 这起案件呢 也上报到了哈密地区公安局 局长政委 非常重视这起案件 立刻派地区公安局 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和法医 连夜赶到了巴黎昆县公安局 当天晚上 全体专案组成员 在县局二楼会议室 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 确定侦查方向 布置侦查任务 一定要找到犯罪嫌疑人 大家一致认为 可以排除外地人作案的嫌疑 外地人在巴黎昆抢劫出租车 也不熟悉本地的地形 再加上大雪峰山 一辆小奥托 这已经是汽车里边最小的了吧 你要是不熟悉这里的道路 你很难开着这车在雪地上越野行事 那么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很可能是有预谋的抢劫杀人 应该是两人以上作案 因此专案组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开展侦查 尽快把被害人的头颅给找到 案情分析会结束的时候啊 已经到第二天凌晨了 专案组呢 又重新部署警力 四个组又重新分成了六个组 民警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天气 一点一点的走访摸牌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主管刑侦的赵副局长 在距离抛尸现场 十五点七公里处的 一段被山洪冲出来的河床里 找到了一堆被烧毁的残留物 其中有一块没烧光的红色毛衣 有一块绿花纹的毛毯 有一块灰色裤子的布料 经过李师傅家人辨认 这些残留物都是李师傅生前所穿的衣物 在距离被烧毁的残存物 八十四点三米的地方 法医啊 在一棵白刺树旁边 发现了一堆新土 顺着这新土往下挖 果不其然挖出了被害人的透露 十二月三号 红星衣幕厂三联的领导 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 二十五号晚上十点左右 有两个精神恍惚的哈萨克族男青年 曾经啊 到了一个女同志家里边 这个女同志呢 还认识这俩男青年 其中一个是红星衣幕厂衣莲 阿某的儿子 头上留着黄头发 另外一个呢 是红山农场被判过刑的老改释放人员 头上长着一肉瘤子 手里边呢 提着一个红包 这俩人在这毡房里边喝茶吃囊的时候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 一会儿啊 向这女士说 要借摩托车 到县城买材料 一会儿啊 又说自己汽车坏路上了 得找辆拖拉机 把汽车拖回县城 但这女同志因为丈夫也不在家 所以呢 就把这俩人打发走了 于是专案组组织警力 分头到红山农场 红星衣幕厂三联和一联 进行调查 前往红山农场的民警啊 很快就查清楚了 这两个人的基本情况 一个青年叫阿亨拜克阿韩 最近一段时间呢 大伙说呀 他一直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夹克衫 脚穿黑皮鞋 黄头发得有皮尖那么长 另外一个人呢 是红山农场农工 热哈提哈里木 额头右侧长着一肉瘤 上身呢 穿红色蓝色黑色 三色相间的夹克衫 下身呢 穿一条灰色裤子 脚上穿白色运动鞋 1992年 曾经因为盗窃 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 1995年 被老改农场提前释放了 调查之中还发现 这热哈提哈里木 在11月25号之前 将自己3000多元的摩托车 竟然以300块钱的价格 卖给别人了 说是要去乌鲁木齐市 要急用钱 离开红山农场的时候 有人看到热哈提哈里木 上身穿着一件黄色的棉衣 手上提着一个红色的提包 红山农场派出所的民警 在衣木厂三连走访调查的时候 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新情况 有一位牧民说呀 他家呢 11月25号那天晚上 两头圈养的骆驼丢了 大早上他就沿着雪地上的骆驼印啊 就那骆驼的脚掌印 追了大约五公里 结果呢 捡着了一个黄果树盘香烟的烟盒 还有一个红蹄包 提包里面装着一个编织袋 袋子里面装着一大包黄色粉末 在石道提包的那个地方 这牧民发现 有两个人的足迹 从鞋印就能判断出来 一个人穿的是皮鞋 一个人穿的是运动鞋 这俩人呢 应该是赶着骆驼往西南方向走 但骆驼多大个啊 骆驼发起脾气来 你人想对付他 俩人对付不了 这骆驼呀 也挺聪明 也不知道是舍不得家呀 还是舍不得家里小伙伴啊 反正最后甩掉了这两个陌生人 又重新回到了主人家里面 这牧民把这黄色粉末交给了民警 警方经过技术鉴定 这黄色粉末是烈性炸药 重量达到2.6公斤 各位 红色提包咱刚才说了 热哈提哈利木 离开的时候 带的就是红色提包 而黄果树牌香烟盒 咱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车里发现了一根 黄果树牌的香烟 事已至此 就说明 害死李师傅的很可能 就是这俩人 热哈提哈利木 和阿亨拜克阿韩 那么他们俩又去了哪了 警方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他们呢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这专案组啊 又调查了上千辆货车 客车 还有出租车司机 终于是找到了最后一个 见到被害人的司机 这个师傅回忆说 11月25号 他去县化工厂送人 下午呢返回县城 路上啊 经过大河乡的时候 就看见了一辆迎面 开过来的奥托车 汇车的时候 就看见受害人 拉着两个哈萨克族的男青年 这俩男青年 一个坐在副驾位置上 一个坐在后排 为了落实每一条线索 专案组又先后两次 到了热哈提哈里木 以及阿亨拜克阿韩家里边调查 这两家人呢 都说这俩人没有回过家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 最终确定热哈提哈里木 和阿亨拜克阿韩 具备作案条件 以及作案时间 于是赵局长 果断下令 把热哈提阿亨拜克 列为1125 抢劫杀人分尸案的重大嫌疑人 接下来就是找他们俩呀 为了不让他们再继续逍遥法外 专案组通过广播电视等 向全县发布了通告 也向周边地区的兄弟公安部门 发出了协查通报 并且要求各边防派出所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经过的落脚点 采取布控措施 12月8号 专案组认真分析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逃逆的行动路线 还找来了军用地图 抽调了全局最好的两辆三陵越野车 就帕杰罗大山猫 准备了十来天的食品 油料防寒衣物 抽掉了八名精兵强将 分为两组开始实施追捕计划 大家从县城出发 两组沿着牧民们的东窝子放牧点 向西南方向挺进 按照当地的民俗 阿亨拜克阿韩 热哈提哈里木 离家出走之前 应该去拜见家人 但是专案组前两次派人调查 他们的父母都说没见着他们 他们没回过家 12月9号 追捕组第三次赶到了 东窝子东泉放牧点 又一次来到了阿亨拜克阿韩家里面 耐心的做他家人的思想工作 讲政策 讲法律 也通报了相关的案情 阿亨拜克阿韩的父亲和姐姐 这才终于说了实话 11月27号 凌晨一点半左右 阿亨拜克阿韩和热哈提哈里木 骑着骆驼来到了他们家 阿亨拜克阿韩对父亲和姐姐说 夏天的时候我在山里打死了两只马路 公安局正抓我呢 为了逃避公安局 我们得到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去 之后他让父亲和姐姐给他准备了锅 茶壶 盐 肉 各种食品 还有防寒衣物等 凌晨四点左右 俩人吃饱喝足了 骑着骆驼就又走了 从两名犯罪嫌疑人离家潜逃的时间来推算 已经过去了12天了 很可能已经出了巴里昆县 专案追捕组继续追寻搜索他们 到哈萨克族蒙古族的放牧点 走访调查 12月10号下午6点 追捕组在巴里昆县黑山头西侧的一个牧业点 发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足迹 并且在一间空房间里面 发现了生火之后留下的灰 这就说明嫌疑人在这歇过脚 生过火煮过饭 他们离开这儿肯定不会太久 这个地方是风口 鸡血有一米半厚 基本上就是我这身高的 踩进去 这鼻子都露不出来的 可想而知 警察想在这种道路上前进得多难吧 虽然有些扬长小路 但是下过大雪之后哪还看得见路啊 这车呀 刚开出黑山头不远就陷进雪里了 民警们呢 只好是挖雪 推车 这车就这么走走停停的 最后还是因为积雪太厚 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 开车的民警啊 只好是挂上低档四驱啊 换上这雪地行驶的装备 一点一点的 慢慢悠悠的冲下山坡 晚上十点左右 两个追捕小组 才在大洪柳霞边防派出所会合 简单吃两口晚饭 短暂的休息一会儿 又会同当地边防派出所 进行走访调查 哎 又摸到了新的情况 据当地一位牧民说 十二月三号 他去大洪柳霞乡买面粉 在一个山沟里边啊 碰见两个行迹可疑的人 脸上呢都戴着口罩 这俩人呢就问他 去花尔次村怎么走 这个牧民呢 就指给他去花尔次村的路 还有一位牧民的妻子说 十二月六号早上六点左右 天还没太亮呢 朦朦胧胧的 看见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一个跳进了邻居家的牛棚里边偷东西呢 另一个呀在外边望风呢 经过连夜核查 牧民们说的这都是实话 追捕组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们 连夜发动牧民朋友们 并且啊公布了案情 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抓住他们 他们明天就会像恶狼似的扑向我们 我们愿意参加你们的行列 为你们当向导 尽快的抓住他们 十二月十一号早上七点左右 十二位牧民牵着自己的骆驼 来到了大洪柳霞邮电所的门前 自愿加入追捕行列 专案组和牧民们又都做了细致的分工 其中有两名民警骑着马 各带一组牧民 沿着各个放牧点追踪 大和派出所的所长 刑侦队的队长王队 还有法治科的科长吕科长 各带一个组沿着山路啊 在那追捕 华尔次村附近呢 有两个大戈壁 华尔次村往北 是二百四十平方公里的血缘戈壁 往西呢 就是海依纳大戈壁 追捕组 这是冒着严寒 踏着积雪 虽然心里边都捏一把冷汗 但是走着走着 心里边都顾虑打消了 为什么呀 牧民们对这两个戈壁很熟悉 对这的情况是了如指掌 那么在村民们的带领之下 能不能在茫茫戈壁 找到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华尔次村旁边 就两处打戈壁 下那么大的雪 那雪一米多厚 看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根本分不清方向 在这戈壁摊上 想找这么两个犯罪嫌疑人 那是大海捞针哪 所以民警们呢 这心也都是掉起来的 到底能不能找着 要都犯嘀咕 哎走着走着 踏实下来了 为什么呀 这村民呢 对这两处戈壁 那是了如指掌 中午十二点 吕科长民警李学东 在华尔次村村长的带领之下 在华尔次村以西 二十公里处的一个木叶点 用望远镜就观察到 远处有一个房子 屋顶上冒出来一缕白烟 追捕组非常的惊喜 于是李学东开着车 直奔那个房子 到那之后 民警们呼拉操的就冲进去了 这里边是谁呢 就是这俩犯罪嫌疑人 阿亨拜克阿韩 和热哈提哈里木 这阿亨拜克呀 还想反抗呢 但是为时已晚 民警的枪口 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 热哈提 感觉反正是跑不了了 趁机吞下了一包老鼠药 追捕组 当场缴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盗窃的两头骆驼和一匹马 以及他们的行装和吹具等物品 屋里地面上还放着半盆切好的肉 犯罪嫌疑人还没来得及吃呢 就被抓住了 清理完现场 追捕组 迅速返回华尔茨村 休息了一下 立刻压解犯罪嫌疑人返回县城 当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进了公安局的时候 80多辆出租车司机 先后奔走相告 都聚集到了公安局门口 向刑警们表示感谢 表示祝贺 也想看看这犯罪嫌疑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经过审讯 两名犯罪嫌疑人 供认了11月25号 抢劫杀人分尸的犯罪事实 他们说呀 11月23号晚上 俩人呢 纠集在一起 商量着用炸药 把他们的一个仇家炸死 还制定了方案 第一 为了行动方便 要抢劫一辆出租车 第二 准备2.6公斤炸药 10枚雷管 18个导火索 还有匕首等等凶器和作案工具 第三 就是一旦这事做成了 立刻逃亡 11月25号下午4点 两名犯罪嫌疑人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见这个出租车 师傅人高马大的 哎呦 没把握 也没敢动手 就放弃了抢劫这辆车的计划 紧跟着 又拦住了第二辆出租车 也就是被害人的那辆奥托车 跟李师傅谈好了 150块钱的价格之后 李师傅呢 拉着他们俩 向巴里昆县 三唐湖乡开了过去 当车行驶到北山西红井附近山沟里的时候 这俩人就说 师傅 等一下 我们得等个人 把司机李师傅就骗下车了 三个人呢 就在这山沟里边点燃了一个白刺树的大树墩子在那取暖 李师傅毫无防备 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条命就要交代到这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当着被害人李师傅的面 光明正大的商量怎么下手 那李师傅没听见吗 听见了 但听不懂 李师傅是汉族人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 用的是哈瑟克语 所以听不懂 一切准备就绪了 热哈提就用哈瑟克语说 准备好了 开始动手 这时候热哈提 一手揪住李师傅的头发 一手扭住了李师傅的胳膊 阿亨拜克阿寒拿着一把刀子 从李师傅的腋下 扑子一刀就捅了进去 李师傅一声惨叫 倒在血泊之中 李师傅想挣扎 哪儿挣扎得了啊 接着这阿亨拜克又连筒多刀 等李师傅断气之后 犯罪嫌疑人 又轮换着用刀 把李师傅的头颅 一点一点的割了下来 用李师傅的衣服 毛毯子裹着李师傅的这颗头 就放进了车辆的后排座上 为了掩人耳目 又把李师傅的鞋脱下 装进了后备箱 开车走出去了15公里 把车停下 在公路旁边的一道河床里 把被害人李师傅的衣物烧毁了 也掩埋了李师傅的头颅 当他们俩开车准备实施第二步 报复杀人计划的时候 这车呀出了故障了 行驶不了了 那这计划也就无从实施了 只能汽车逃离现场 11月25号晚上 两名犯罪嫌疑人 徒步到了红星衣木厂三连 一户牧民家里边 偷了两头骆驼就跑了 结果这两头骆驼呀 又吼又叫 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家 两名犯罪嫌疑人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放了这两头骆驼 又因为天黑 随身携带的炸药 也丢失在现场了 趁着天黑呀 俩人又在附近牧民家 偷了两头骆驼 在峡谷里面躲避了一天 26号又趁着夜色 赶到了阿亨拜克阿汉家 当天晚上备足了衣物食品 准备逃往乌鲁木齐和阿勒泰 在潜逃过程之中 那两头骆驼自个儿 又兜兜转转回家去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一看 好家伙 骆驼走出这么远去 还任家呢 又偷了一匹马和一头骆驼 俩人把带来的食物也吃完了 哎呀 接下来吃什么 吃肉吧 不有骆驼有马吗 就把偷来的那头骆驼 给杀死了 准备在路上吃 可因为大雪 把整个戈壁草原都掩盖住了 两名犯罪嫌疑人 也不熟悉路线 走了十三天 都没走出巴里坤陷境 仅仅在华尔次村 就来来回回兜了三圈 晚上骑着马 离开华尔次 哎 到了白天 这马遛了一晚上 又把他们遛回华尔次了 那白天出发吧 结果这马遛了一个白天晚上 又给他们遛回华尔次了 当他们第三次回到华尔次村 还不足半小时呢 就被追踪的民警抓获 最终两名犯罪嫌疑人 都因为抢劫罪等 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总说一些 背逆人伦的啊 践踏人伦道德底线的这种案件 今天呢 咱们来接着说一桩 2013年6月5号上午的时候 湖北省早阳市 公安局时任局长赵有明 接到了一封群众来信 这是一封匿名的举报信 内容是什么呢 是说太平镇高下庄村的村民 邢小强通过刘某李某等人 于2011年12月 将在太平镇卫生院出生的 双胞胎儿子卖掉了 希望公安机关管一管 赵局呢 当时做了批示 请太平派出所及时查处 民警啊 就首先找到了高下庄村委会 还有太平镇卫生院妇产科 来调查情况 得知2011年12月19号 邢小强的妻子陈桓 在医院顺利产下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男孩 这要一般当爹妈的啊 生一对双胞胎还都是儿子 哎呦得多高兴啊 那么举报信里提到的李某 是太平镇双合村的村民 当时呢 是53岁 李某啊 就被民警叫到了派出所 面对民警的讯问 李某在那大喊冤枉啊 哎呀 我说 同志啊 我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会干嘛 我都没干过 跟我没关系 办案民警呢 又找到了李某的老婆 随后啊 经过大量的思想工作啊 李某的老婆承认啊 是我家老李 是帮着卖过一对双胞胎 这自己老婆都招任了 那老李 也实在是隐瞒不下去了 这才承认了帮忙卖孩子的事 那举报信里除了李某之外 还提到了一个高某 那么这李某跟高某啊 是一个村的 又是一个组的 两家关系特别好 这高某的妻子呢 姓石 啊 这石女士吧 娘家呀 是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有一回聊闲天的时候 这石女士呢 就跟老李说 哎 我家里边弟弟啊 结婚十几年了 一直没孩子 两口子呀 一天天的为这个闹矛盾 吵架置气的 他这就是随口一说 家不成里不短的事呗 可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天呢 这老李呀 就遇到了一朋友 是他们镇萧茅村的 一个姓刘的女人 一块吃饭的时候 这老李就把这石女士的苦恼啊 就说给了这刘女士听 就告诉这刘女士啊 你帮着找个人家的孩子养养吧 嗨 这不小事儿吗 那天呢 我跟小强说一声 让他老婆生一个给你们就得了呗 饭桌上 这刘女士答应的还挺痛快 那么他口中的小强 是他认的干亲家 是高下庄村四祖的 刑小强 当时呢 是29岁 要说起来 这姓刘的呀 还真是挺办事啊 没多长时间 就把朋友想抱养孩子的事 告诉刑小强了 刑小强一听 行啊 玩要是生了 得给我一万块钱啊 随后呢 这姓刘的又联系老李 老李啊 任小强说了 生个玩儿呢 可以 但是啊 得要两万五千块钱 你看 这家伙这边打个电话 那边打个电话 这就一万五千块钱的差价啊 2011年12月中旬 这陈环呢 就到了预产期了 抱养的石某夫妇呢 得到通知之后 提前从贵州老家 就到了太平镇 带着烟带着酒 上门感谢啊 随后啊 就待在姐姐家里边 等着孩子降生了 11年12月19号 陈环就生下来这对双胞胎儿子了 这石某夫妇啊 赶到医院里边 把两万五千块钱 就交给了那姓刘的 把这孩子呢 就抱走了 事后刑小强呢 这一万块钱也没都要 给了这姓刘的一千感谢费 给了老李一千感谢费 等于一来一去 这姓刘的 挣的是最多的 就在民警 对邢小强 买卖双胞胎儿子一案 进行调查之后 可又有一桩卖英案的线索浮出水面了 据调查呀 陈环2012年年初怀孕之后 邢小强呢 又找着这姓刘的了 说老婆怀孕了 孩子出生以后 你帮忙找个人家吧 这姓刘的 也就答应了 可孩子快出生的时候 这姓刘的呢 还是没帮他找到合适的人家呢 那边刑小强着急呀 这孩子马上快生下来 生下来算谁的呀 是不是啊 我可不要这个 然后就又去找同村的村民 找的是谁呢 是他们一个本家 说起来呢 算刑小强的长辈 因为通报里也没有真名实姓 咱们就跟他叫刑大吧 这刑大呢 就又找到已经出嫁的妹妹啊 咱们跟他叫刑二 是吧 这刑二就说了 哎呀 正好我有一个朋友 结婚好多年了 一直没孩子 我问问他看要不要啊 刑二的这个朋友呢 姓孔 住在河南省唐河县 是刑二当年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刑二啊 就通过这电话联系上了这姓孔的 这姓孔的呢 31岁 哎呀 是没孩子 生不出来 琢磨来琢磨去 行啊 这孩子我们要了 并且答应下来 抱孩子的时候 给对方一万块钱 2013年 1月19号 陈环呢 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呢 在家里边 就生下来了 又是一儿子 第二天 这刑二得知消息了 马上给那姓孔的打电话 那什么 孩子生了 是个男孩 你过来抱吧 当时这姓孔的呢 在上海打工的 一时半会回不去 又安排自己的父亲 带了一万块钱 去早阳市太平镇 找到了行二 来到约定地点之后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接下来 民警可就得调查 这个男孩的下落了 调查的时候啊 还是费了一番周折 原来孩子抱走之后 考虑到孩子将来的生活 那姓孔的和行二之间呢 有个约定 在这以后啊 咱们就别来往了啊 别让我们的孩子 知道当年是怎么怎么回事 从此咱俩就断了 行二一听 断就断呗 是吧 在这之后 这姓孔的人就换了手机号了 就因为这个 警方进行了大量的摸牌工作 最终锁定了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呢 是河南省唐河县的一个人 姓档 那么这姓党的跟姓孔的那女的什么关系呢 两口子 在公安的居民信息库里边显示出来 他们两口子呀 有一个儿子出生于2013年1月份 在证据面前 行二也没办法了 只好承认了帮助刑小强卖孩子这事 面对这铁证如山 刑小强也只能是供认不讳了 2013年6月24号到6月28号 专案民警先后把刑小强 还有那姓刘的姓周的姓李的姓刑的啊 等6名涉案人员抓获归案 可是被拐卖到外省的孩子是不是还活着 有没有被转卖 他们并不知道 2013年7月中旬 专案民警啊 开始踏上寻找孩子的旅程了 第一站就来到了800多公里外的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7月15号民警在石某的带领之下来到了他的娘家 在石家办案民警见到了快两岁的双胞胎兄弟 得亏这小哥俩在石家人的照顾之下 倒是挺健康啊 白白胖胖的 随后民警呢 又来到了与湖北早阳相邻的河南省唐河县 见到了另一个被卖掉的孩子 这买家呢 对这孩子确实也不错 视为己出 方方面面的 哎 对待这孩子还真是挺好 总之这三个孩子的生活现状 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再来说邢小强 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这邢小强啊 84年9月份出生的 出生在一个很贫困的农民家庭里边 他爸爸呢 死得早 他妈妈呢 又有残疾 邢小强呢 又有一个性格缺陷 那就是好吃懒做 好吃懒做吧 哎呀 他又总是不知满足 也想着过些富裕生活 后来呢 就有点偷鸡摸狗的 时间也长了 乡亲们见着邢小强啊 都发出 哎呦 这是温神的 成年之后 在亲戚们的帮忙张罗之下 邢小强 跟早阳还成的一个 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陈桓 这就结了婚了 08年 陈桓生了一个儿子 这孩子没卖啊 这算是自己的 被抓获之后 行小强啊 也挺后悔 他说我过去 根本没这想法 这不都是亲家母的坏招吗 让我把媳妇的环取下来 并且他还说了 生了孩子 是女孩就自己养 是男孩就卖了 换几个钱花 要是有人问起来呢 就说孩子生下来之后死了 再说了 我家庭条件也不好 自己没文化 没技术 身体也不好 觉得亲家母的话也有道理 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门路 他挣钱容易啊 这不才卖了三个儿子吗 其实啊 行小强夫妻俩 已经打定主意 把这门买卖干到底了 为什么有人写匿名信 正是因为行小强啊 早已经把自己第五个儿子 又预售出去了 第五个儿子呢 叫东东 生出来之后啊 因为他媳妇陈桓脑子不好嘛 天天把东东跟家里的猫猫狗狗的 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边 拎着到处跑 说孩子全身上下 都让猫和狗抓破了 伤痕累累的 高下庄村没法解决这问题 这才向派出所报告 2014年3月26号 早阳市人民检察院 对行小强等八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5月16号上午8点半 早阳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判庭 审理了这起丧尽天良的案件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刑小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出卖亲生子女 其他的7名被告人也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2014年12月19号 早阳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一审判处刑小强犯拐卖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1万元 咱们再来说说那几个苦命的孩子最终如何了 为了彻底解决刑家的问题 派出所也是三番五次写报告 经过长达半年的努力 几个孩子的户口得到解决了 通过做刑小强的思想工作 刑小强的母亲被送到了养老院 他的老婆陈环被送到安定医院进行精神治疗 他们的儿子小虎被安置到了本家的一位爷爷家里边 村子里边辅助抚养 最小的那个儿子东东 则过继给了外村的一个姓刘的人家进行抚养 这刘家家庭殷实条件不错 经过刘家的精心照顾 相信东东也一定能够健康成长 对我们的小牧场